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於6月30日上午表決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當日下午 香港41名建制派議員發表聯合聲明稱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堵塞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漏洞 是社會穩定繁榮和市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 建制派議員全力支持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通過和實施 是必要的 能夠止暴制亂 讓香港社會恢復平靜 避免青年人成為政治犧牲品 更重要的是 有關立法 可以在香港建立起維護國家統一 安全和利益有效的制度上 從根本上消除動亂的和緣 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書已稱 相信《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會在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人權之間取得平衡 香港公領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堅稱 在公領會6月首座的事件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有助於香港社會穩定 經濟復蘇 改善就業前景 他希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公布實施《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也要做好各種配合和配套 確保立法後 這個法例能有效執行 香港清明聯副主席林建峰則表示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得到大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希望立法後香港能重新聚焦發展經濟 阻止外國勢力干預 並維持香港長遠競爭力 針對美國商務部宣布撤銷香港特殊地位 林建峰強調 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外國威脅香港商界將自食其果不會得逞 日本居民成本 世界中華不入伴 平增長 你選擇